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薛凯奇 郭采杰 唐诗意 张天爱十位姐姐成团 比赛结束了 大家最期待的肯定是团宗 第二季成团后再无下文 让不少人一难平至今 从网上爆出的信息来看 第三季虽然没有姐姐的爱乐之城那样的大团宗 但是安排了两档衍生综艺 不至于成团成了个季末 一档名为乐队的海边 暂定九月份播出 路透阵容有六位姐姐 分别是郑秀妍 余文问 刘恋 赵梦 张力 还有张天爱 其中凹凸组有三个人 玉组和炒面组各一人 节目形式为给姐姐们21天时间把海边的破屋子经营成一家音乐餐厅 乍看之下有点中餐厅的意思 但是启动资金为零 面临的挑战要大得多 另一档衍生名为星星的约定 光听名字就知道和三公表演的星星脸都有关 如果说乐队的海边是浪姐版中餐厅 那么星星的约定就是浪姐版花儿与少年 五位姐姐签署姐妹契约 一同开启一场绝美海岛治愈之旅 跟乐队的海边相比 这档综艺有启动资金 但要想实现富游 还需上传照片或视频争取网友的点赞 目前星星的约定只爆出了你妖阵容 场面组四位成员榜上有名 正是王心灵 蔡卓妍 钟心童 吴锦妍 吴锦妍虽然卡11未能成团 能够和姐妹们一起录团宗 也算弥补了些许遗憾 张天爱参加了别的节目 唐诗义即将回归剧场 不知道两人会不会飞行一期实现六人合体 星星的约定的飞行阵容同样吊人胃口 包括荧幕情侣 古早CP 龟中密友 偶像剧王子 帅气鲜肉 实力男神 张栋梁 杨成林都是热门人选 不过网友的吐槽出其一致 都只想看几位姐姐美美的去旅行 不想要男嘉宾来抢风头 除了成团的姐姐以及进入总决赛的赵梦 张力 吴锦妍之外 有两位淘汰姐姐 也有王嘉盟 那就是刘恋和黄霄磊 刘恋只不于三宫 仍靠着梦中人 成功圈粉 人气大涨 商务更是接到手软 黄霄磊一宫就打到回府了 导演组之所以请他回来 显然是看中其主持人的经验 在调动气氛方面确实是一把好手 凹凸组有乐队的海边 场面组也有星星的约定 唯独玉组惨遭忽视 小团宗没有就罢了 竟然只有赵梦一个人担任常驻 谭维维 薛凯奇 郭彩杰成团了 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待遇 难怪纳英在总决赛录制当晚 再报金句 虽然成团了也没什么用 真真是一语道破真相 最后期待五号晚播出的 浪姐三成团夜 同时助两党衍生综艺 拍摄顺利 对本季的所有姐姐来说 浪姐之旅已经画上句号 一时的成败无关紧要 笑到最后才是赢家 你以后就好感写到